纳吉婉婉,轮到白毛在发抖。沙报告主编替她倒数,大戏在后头。 吉隆坡21日讯。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相信,希望联盟政府不会对沙拉月圆首敦泰一马目的腐败指控视而不见。 他说,不会只有他一人要求新政府对泰一马目展开调查。 他指出,应该给予新中央政府一些时间,但不认为泰一马目可从中得到任何优待。 克莱尔说,目前大马人都在庆祝,而他也不想要泼冷水,但他需要尽快完成一些事情。 我正在处理一些法庭案件和一两篇新闻报道。那里面有些好的故事,我很难置身度外。 他希望,这些新闻报道能给予选民一些资讯,且这就是他身为记者的工作。 他也表示,一直都对大马人民充满信心,且没有人认为,大马会迎来赶超换代的一天。 他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超出了预期,并认为大马可成为这区域的一个标志性国家。 现在是沙拉月元首,以前曾是前沙州首长的泰一马目家族的企业帝国遍布全球,来自瑞士的接地组织布鲁诺曼色基金会,曾经一度估计其家族资产高达642亿令吉。 该会执行董事斯陶曼,今日揭露,泰一家族单单在马来西亚的14家大企业所掌控的资产价值,就已接近45亿令吉。 斯陶曼,斯陶曼在其著作《金钱伐木》,寻找亚洲木材黑手党,Money Locking,On the Drill of the Vision Timber Metfield,推进力上指称,泰一家族在全球一共拥有逾400家公司,而其中在马来西亚就有333家公司。 而根据布鲁诺曼色于2011年向大马公司委员会所取得的资料发现,泰一家族在国内14家大企业所掌控的资产价值,是39亿5238万2379令吉。 斯陶曼,斯陶曼点出,其中最大的企业就是日光集团,Cohair Matter Therawak,而泰一家族掌握该公司13亿92452568令吉,获占该企业56.8%的资产。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正如我告诉你,他们拥有超过400家企业。 女儿仅泰一企业代理人。 2012年,布鲁诺曼色基金会曾发表泰一的木材黑手党、大马沙拉月政界人士的事实和数据报告,指控泰一马木家族拥有高达642亿令吉、210亿美元的资产,而单是泰一人就拥有459亿令吉、150亿美元的财富。 足以超越唐王郭赫年成为大马首富。 尽管如此,泰一曾通过一个油管短片驳斥其家族企业帝国的指控。 他声称,女儿贾米拉是靠他辞取联邦部长所获得的恩奉金,来建立企业帝国。 他也多次驳斥贪污滥权指控,而反贪汇至今未曾起诉这名资深领袖。 不过,斯陶曼却不相信泰一的说辞。 他曾经展示一份价值2000万加拿大元的大厦土地抵押文件指出, 贾米拉其实只是为泰一代长这些企业。 根据斯陶曼,这份抵押文件证明, 贾米拉只是通过他的Sacto发展企业, 成为泰一、泰一家族和两家离岸公司的信托人。 现在,他,泰一,的孩子和妻子, 还有两家离岸公司完成了一个2000万加拿大元的交易, 而他声称他没涉及。 我不相信。 正是他,因为能将这所有人搭上关系的人, 只有泰一玛木本人。 他说,由于泰一拥有律师背景, 知道自己名字出现在公共文件的风险, 因此他向来都是透过代理人掌管企业, 但却与这些代理人拟定秘密合约, 确保自己仍掌控这些公司。 沙州原始森林剩下一城。 斯陶曼也指出, 在泰一担任沙州首长期间, 他有权发出伐木特许经营权给特定公司, 而使到沙拉越的木材出口占了全球市场25%。 因此, 斯陶曼也指出, 沙州的原始森林于1960年占了全州土地85%, 而到了2010年却仅剩下11%。 所以, 我们看见, 今日婆罗州的土地使用是重要的历史变迁, 它至少将为未来100年带来非常重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 他补充, 马来西亚一直没有禁止出口原始木材, 或许是因为容易在出口过程中收取用金与贿赂。 斯陶曼也举例, 沙拉越一个华裔富豪孩子的公司于1991年9月, 仅以1亿美元的价格, 将位于美国一个价值600万美元的豪宅, 专卖给泰裔家族。 如果这名富豪的孩子以1亿美元将房子卖给泰裔家族, 他总不会免费地给他们, 另一方一定有另一个交易。 层促反贪会调查提控泰裔。 由于有充裕的证据, 他曾经要求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必须对付泰裔。 无论如何, 提控泰裔的最终责任, 是落在首相纳基身上。 泰裔在国际上已成为负担, 不只是在沙州, 而是整个马来西亚。 8打零在野12日训, 敦马哈迪一上任极大刀阔府, 除了点名调查政府高官, 也指示警方解除一满公司机查报告的官方机密限制。 马哈迪表示, 已经指示警方解除一满公司机查报告的官方机密限制, 其后将报告提交给他研究。 我们必须这么做。 实际上, 我已向警方要求解密。 而他们只会把报告交给我, 我会研究后接触官方机密盖章。 马哈迪今日在土著团结党召开记者会, 宣布三名内阁部长人选后, 向媒体如是表示。 寻集西蒙政府何时能够完成一满公司的调查, 马哈迪解释, 这需要时间进行, 包括向各国收集资料。 我们也想尽快完成, 但我们还要跟美国、瑞士和新加坡联络, 索取相关的数据。 印马公司机查报告是在2016年4月提成与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为总机查司却将此报告列为官方机密, 最终无法在国会辩论。 揭笔网站沙拉月报告曾在2016年7月, 公布一份疑似印马公司机查报告的文件。 同时,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也曾因揭露印马公司机查报告而在官方机密法下被控。 另外, 马哈迪提到, 西蒙执政后将会重新检讨所有前朝政府签署的合约, 确保所有的合约内容都是让大马人民受惠。 他说, 西蒙政府不会倾向任何一方, 将与各个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一直以来, 沙拉月报告一次又一次踢爆EMDB涉嫌种种舞弊与诈骗, 气得纳吉使尽各种途径阻止网民浏览沙拉月报告发布的劲爆新闻, 还威胁在网络分享有关报道的网民要小心, 还搞出了假新闻法令准备对付不听话的大马人民。 如今纳吉大势一曲, 就在得知西蒙打倒国阵成为大马新政府那刻,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第一时间, 倒了杯酒, 通过面书向大马人民祝贺。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 恭喜马来西亚! 人民这回总算夺回主权! 一定要坚定对抗腐败, 未来肯定更美好! 你们这次干得太漂亮了! 根据沙拉月报告在2月28日再刊登的报告, 只该网站所获取的一些文件, 显示政府机构如攻击金局的资金被转为大选经费, 并举例攻击金局把106亿令吉转至Limit账户, 由匈牙利人Groji Maitri持有。 8打0在夜21日讯,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说, 在交叉验证所获取的资料, 并与全球相关人士访谈后, 他肯定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办公室, 在EMDB案里有涉嫌盗用攻击金的行为。 他说, 可以肯定的是, 时任首相办公室, 乃至那几本人都涉及挪用攻击金的钱, 因此他希望新政府能重启调查此事, 而他也坚持自己经过交叉验证的证据, 显示首相办公室乃至那几本人, 都曾尝试挪用所有公积金。 根据沙拉月报告, 在2月28日再刊登的报告, 指该网站所获取的一些文件, 显示政府机构如公积金局的资金被转为大选经费, 并举例公积金局把106亿令吉转至Limit账户, 由匈牙利人Gurji Maitri持有。 公积金局较后强烈否认, 强调公积金局从未与Limit账户, Limit账户, Limit账, Southwest Holdings或一名称为Maitri的人, 或沙拉月报告所陈述的任何人进行交易或签署协议, 因此不存在任何债券或资金转移到这些公司、单位或个人的疑虑。 克莱尔今日接受英语商业电台BFM的早晨节目访问时, 例证自己经交叉验证的资料是可信的, 并指虽然被公积金局否认了指控, 就让相关单位证实真假。 可以肯定的是, 有人试图挪用公积金局里的钱, 而这与公积金局里的官员, 前首相办公室, 乃至那几本身都有关联。 这是很重要的事, 必须公租于是。 我坚持前朝涉嫌挪用公积金款项的指控, 我交叉验证所收到的文件, 并与全球相关人士访谈, 确定这件事与计划中的综合医疗城市计划, 有关联。 公积金局曾在2016年向警方报案, 指该局没有涉及由Driple Night Steals SBN, BHD, 发出的《发展与兴建综合医疗城市计划》 现役书, 指这是第三方滥用公积金局领域, 怀疑涉及欺诈成分, 表明公积金局对这些交易不知情, 也不曾涉及该现役书提到的交易。 就在得知西蒙打倒国阵成为大马新政府那刻,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第一时间, 倒了杯酒,通过面书向大马人民祝贺。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 恭喜马来西亚! 人民这回总算夺回主权! 一定要坚定对抗腐败, 未来肯定更美好! 你们这次干得太漂亮了!